百夫帽占领立法院上演了一场傅巡子的戏码 一名父亲召集打电话联系当志工的儿子 好不容易父子俩见面了 爸爸披头就是一阵痛骂 最后爸爸坚持把儿子带回家 哪里不能离开 你在哪里你不要讲清楚 你一直哭我我怎么听得清楚 正在管制区前一名心急如焚的爸爸对着手机那头大喊 哪里的旁边 嗓门越来越大也引起民众侧目 因为立院附近人群多 一时间找不到跟儿子约好碰头的地点 让这名爸爸饥荒了 好不容易见了面 但披头却是一阵骂 用白毛巾包头的大男生眼面痛哭 他说自己是学运干部 可能散开活动之前没跟家人沟通好 才让爸爸上街头找人 边走边骂 最后这名父亲坚持把儿子带回家 立院外上演父群子 意外成了学运插曲 记得李世健 曾建勋高家福 邵玉米台北采访报道